这是刚刚从田地里给它拔回来的几颗赛心 那今天就用它来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把赛心的表皮给它细掉 这种表皮特别的厚 所以我们在包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手哦 表皮包好之后里面还有一些绿色的筋膜 我们继续用水果刀把它的筋膜削掉 为什么饭店里的酸辣赛心总是那么好吃呢 很多人都不会做 因为他们在做的时候有好几个小技巧是你们不知道的 那今天就给大家露一手 在家野龙教授饭店里的那个味 洗干净后给它切成3厘米左右的小段 然后再给它对半切开 最后再给它切成2厘米左右的薄片就可以了 这种赛心是最绿色纯天然的一种蔬菜 没有任何的一点污染 所以我们直接用薪水给它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先不切好后我们直接给它装入盆中备用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再准备一小段的胡萝卜 先给它对半切开 然后给它切成薄片 胡萝卜呢我们一般都是用它来点缀装饰用的 所以不需要用的太多 做这道菜的特点呢就是说 不需要过多的配料以及调料 这样子就可以做撕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味道 然后再来一把大蒜 直接给它切成薄片 一把小米娜呢给它剪成巧断 然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再来一块肥肉香煎的五花肉 然后再把猪皮给它片下来 这些猪皮呢不要扔掉 留着以后做那个猪皮冻 特别的好吃 紧接着再把猪肉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直接给它装入盆中备用 所有的材料咸部都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开始烹饪了 开一碗西瓜后加入一勺花生油 然后再把五毛咸的五花肉 给它倒入瓜中 扫酥多余的油脂 扫酥香味 扁酥香味后 紧接着再把大蒜也给它倒入瓜中 翻炒均匀 扫酥香味 小米辣不容过早放入 不然容易烧焦 然后再把小米辣倒入瓜中 扫酥辣味 紧接着就可以把赛心胡萝卜 也给它倒进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开大瓦 把赛心给它翻炒均匀 把赛心的两腿 少吃花斗花软 爬不起来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我们再简单的调个料 加入150粒的食用盐 适量的白糖提鲜 再来一丢丢的老神素 这样子吃起来会更加的酸爽 开到把瓜中的所有调料 旋布翻炒均匀 少至融合在一起 最后再来一丢丢的水淀粉 来搁个薄馅 这样子吃起来会更加的鲜嫩爽滑 开到继续给它翻炒个 一二三四五六下 美味即可熟熟 关火我们把它装熟盆中 哇真的是太香了 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切记不要加入松收以及蚝油 不然会直接影响它的颜值哦 上一道既简单又营养的 酸辣赛心就已经做好了 这个颜值真的是太高了 看起来特别耳实意 吃一颗哇真的是满嘴流香 赛心用这个方法做起来 真的是非常的酸爽 非常的心碎 不管是配饭或者下酒 都是非常的洁配 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转发哦 无 过 无 对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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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